我感觉我说了你们也不会相信 我信 真的吗 我最初写剧本的时候 我说能达到李欢迎的零头 我们就算成功了 李欢迎是54亿 我当时就觉得能到4亿 我就满足了 就是那个时刻 就在4年以前 我刚决定要做这个的时候 而且那个时候 也没有决定要减肥100斤那些东西 没有很多东西的加持 我只是觉得这个很有趣 那现在呢 毫无压力 这个信心来源于 你们所有人看完了这部片子 给我的反馈 它跟票房好像无关 我不是说我对票房 没有期待或没有预期 我只是跟票房比起来 你那天从屋子里走出来 跟我说这部片子有多好看 对我来说 比票房要重要太多